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没什么事 我轻微地嗡了一声 然后开始保持沉默 她低头看了眼腕表 口吻淡然 现在时间还早 要不要去逛商场 不聊 我今天有点累 空气中不自觉弥漫了几分尴尬的气氛 我默默坐在她身旁 打开手机里的游戏 再玩什么 熟悉的气息萦绕在我鼻尖 我微抬眸 发现整个人被她圈在怀里 我下意识往后缩了缩 开心 消消乐 嗯 她轻咳一声 扶了下眼镜框 输得又做回了原位 我假装沉迷于游戏中无法自拔 没过多久 她撂下一句话 便拿着外套离开了 我整个人如释重负地摊在沙发上 谢知遇是我的未婚夫 可我们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她向来沉默寡言 不苟言笑 也就在床上热情似火 平时跟她单独待在一块 无形中总给我一种压力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谢知遇孤身一人来到包厢 里面坐着她的两位好兄弟 静然和顾瓷 她将脸上的金丝边眼镜随手一摘 扔在了沙发上 她靠着椅坐 把手搭在眼皮上 神情奄奄地说道 怎么办 我家芝芝现在对我越来越冷漠了 我跟她待在一块 她眼里只有游戏 没有我 我好想抱抱她 亲亲她 稳稳她 但我不敢 竟然笑了笑 玉哥 我看你还是别装了 直接跟嫂子坦白吧 整天绷着一张脸 你不嫌累 我都替你累 谢知遇顿了顿 语气颇为无奈 不行 她喜欢性格那脸 成熟稳重那款的 我要是在她面前暴露本性 她指不定要跟我毁婚 既然耸了耸肩 得了 那您老就继续装 最好能装一辈子 故此散漫地笑了下 肩膀微微抖动 玉哥 您老演技这么好 不去当演员可惜了 谢知遇毫不犹豫劈她一脚 滚你呀的 睡梦中 我隐约觉得自己身旁躺了个人 我顺着搭在我腰上的手往上摸 很快摸到一个尽瘦有力的腰身 我用力戳了戳 硬邦邦的 我顺着衣摆往里面钻了进去 腹肌的触感还不错 就在这时 耳畔突然传来一道低沉暗哑的嗓音 宝宝 乖 别闹 我的心莫名一颤 这是谢知遇的声音 可跟平时的她又不一样 她从来不会这样叫我 我这是在做梦吧 我继续肆无忌惮地往下移 一股灼热的触感从手心传来 我听到男人愣哼一声 呼吸间荡着难耐地喘 下一秒 我的手被一只温热的大手给包裹住 我猛然睁开眼 谢知遇正直勾勾地望着我 眸子里玉色翻涌 不对 这不是梦 我的脸开始不自觉发烫 抱 抱歉 我飞快从床上逃离 却被她从身后揽住腰 她眸色渐深 将我压在身下 只知 你自己点的火 现在只能由你来灭 早上醒来 我动了动 发现被人禁锢在怀里 入眼是谢知遇那张放大的俊脸 她闭着眼睛 头发有几分散乱 脸庞放松而平和 从棱角分明的轮廓 到高挺的鼻梁 再到薄薄的嘴唇 哪一样都挑不出毛病 不愧是护圈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只可惜太过于沉稳淡漠 古板无趣 刚好与我喜欢的类型截然相反 好在她气大火好 持久力强 我也能勉强接受 醒了 昨晚睡得好吗 我回过神 刚好对上她的眼眸 此时此刻 我竟从她的眼中看出了几分浅犬的爱意 鬼使神差的 我伸手捏了捏她的脸 她握住我的手 凑过来在我唇上落下一吻 宝宝 你这是在报复我昨晚上的行为 在我错愕的目光中 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清冷自持 她倾咳一声 我去上班了 昏暗的灯光下 红男绿女在舞池放肆地摇曳身姿 我在酒吧幽暗的角落 找到一席红裙的女人 秦燕看了我一眼 漫不经心说道 你猜我刚刚看见谁了 谢之遇也在 我微震了下 她晃了晃酒杯 继而说 不止你家那位宋青软也在 我微抿了口酒 是吗 她说得站起来 一脸坏笑道 走 姐现在就带你捉奸去 我不 我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她硬拽了起来 走廊内 一男一女面对面而战 女的神情受伤 脸上挂着几道泪痕 她泪眼汪汪地望着对方 知语哥哥 你骗人 你小时候明明对我这么好 你也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男的声线沉沉 轻软 我只是拿你当妹妹 鬼才想当你妹妹 女的突然扑进男的怀里 哽着声道 知语哥哥 你和沈南芝退婚 娶我好不好 秦烟默然松开我的手 冲了出去 哎呀喂 过分了呀 人家正宫还在这 谢之遇僵硬转身 刚好与角落里的我四目相对 我尴尬又不失礼貌地挤出一抹笑 抱歉 打扰了 说完 我毫不犹豫转身离开 谢之遇从酒吧追了出来 他拉住我的胳膊 向来紧绷的脸上多了几分慌乱 芝芝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看向他 温和又平静地说 谢之遇 我们只是商业联姻 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 不过我这人有洁癖 哪天你身体出轨了 麻烦跟我说一声 他挣了好几秒 眼里有挫杂的情绪翻涌 过了好一会 他自嘲般地扯了扯嘴角 我永远都不会出轨 回到沈家 客厅内 沈母身边坐着一个容貌毅力的女孩 看着那张与沈母酷似的面庞 我顿时心下了然 纠战雀巢多年 我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我走上前说道 妈 恭喜你和爸得偿所愿 沈母明显一正 有些惊讶 芝芝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7岁那年 我静静地望着她 妈 谢谢你和爸养育了我20多年 我深吸一口气 对着女孩开口说道 你放心 我会归还属于你的一切 沈母连忙走上前 握住我的手 芝芝 妈叫你回来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可我累了 您就放我走吧 许农从沈家别墅追了出来 男之姐 你就不能留下吗 就按照爸妈说的那样 我以你双胞胎妹妹的身份回来 你可以继续做沈家大小姐 我冲她摇了摇头 不了 谢谢你的好意 在沈家生活了20多年 我深刻知道 两女跟亲生女儿 终归是不一样的 不然沈父也不会这么防我 主动离开 对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我将沈父沈母 馈赠的名下资产 都尽数转到了许农名下 好在我这些年 有跟着别人做投资 赚了不少钱 维持生计绰绰有余 我抚摸无名纸上的戒指 不禁有些恍惚 过几天 沈父沈母 就会公开许农的身份 我是养女的身份 自然瞒不了多久 谢家那边定然会主动 提出解除婚约 我跟谢之遇怎么说 也同床共枕了一年多 临走前还是要跟他打个招呼 顺便买这枚戒指还给他 只是可惜了 像他这样气大火好的男人 以后也不知道 便宜了哪个女人 我不惊心想 反正都要走了 跟他来个分手炮 不过分吧 不过 我那天晚上跟他不花而散后 他第二天就出差了 这期间我也没和他联系过 也不知道回来了没 我盯着手机上那串 熟烂于心的号码 最终还是拨了过去 那边很快就接通 指指 我语气淡定从容 谢之遇 你要什么时候回来 今晚七点 电话那头的嗓音 隐匿着疗心入骨的笑意 我捏了捏手指 心里莫名有些躁动 好 那我等你 听到浴室水声停了后 我将早已准备好的道具取出来 谢之遇从浴室出来时 身上只随意披了件松垮的浴袍 见硕的腹肌若隐若现 我穿了一身小黑裙 坐在床上 朝他勾了勾手指 之遇哥哥 我今晚可以玩你吗 他猴杰动了动 脸上浮现一抹一样的潮红 他缓缓朝床边走来 我勾住他腰间的记带 笑着看他 你不吭声 我就当你答应了 我将他推到床上 密密麻麻地吻落到他的脖梗上 锁骨上 他喘着粗气 神情隐忍又克制 我索性将黑布附在他眼上 进而骑跨到他身上 他的身体瞬间僵住 我操到他耳边 低声说道 之遇哥哥 你别紧张啊 我会好好对你的 一夜荒唐醒来 我浑身的骨头差点散架 而身旁的男人 早已没了踪影 手上明晃晃的戒指 在提醒我 昨晚只顾着玩他 忘记说正事了 我只好连人带着行李 去公司找他 我刚从车上下来 就看到谢之遇跟几个人 站在公司门口 谢之遇一身银色西装 正跟身旁穿着 职业套裙的女人聊天 他笑容散漫不羁 那鲜活的神情 从未在我面前流露过 他的助理注意到我 不知道跟他们说了什么 几个人纷纷朝我看来 对上我的目光后 谢之遇的笑容瞬间凝制住 他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神态 我这才意识到 原来他不是生性不爱笑 只是不喜欢对我笑 呵呵搭 双标的狗男人 我突然一骨子脑热 做出了一个很抽风的行为 在他们的注视下 我毫不犹豫摘下订婚戒指 然后扔进一旁的绿化地 我转身拉开车门 扬长而去 再也不见 狗男人 下了飞机后 我给手机开机 里面推送的 第一词条标题上面写着 金 护圈太子爷快要碎了 好奇心驱使我点进去看 照片中的谢之遇 跪在绿化地里 好像在低头找什么东西 他神情落寞 薄纯紧敏 我开始为自己 不理智的行为感到后悔 那个戒指对他来说 好像很重要 不会是什么祖传的吧 再一看我手机消息 微信九九家 未接电话九九家 而这些均来自同一个人 谢之遇 完蛋 我在机场时还发了篇小作文 阴阳他寡淡无趣 活不好 看来此号不宜久留 我还是先助销为妙 万一被他带到 我指不定要被他给整死 我飞快篮下一辆出租车 直奔移动营业厅而去 好在我以擒烟的名义 在离城买了房子 可以先躲一阵 等风波一过 我再出来抛头露面 可我不知道的是 谢之遇这天为了找我 差点把整个户圈 掀个底朝天 我在小区心惊胆战地 度过了两周 眼看屋内的吃食越发稀缺 我不得不出去购物 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往家门走去 却被人堵在楼梯口 我微微抬头 入眼是谢之遇那张 面容憔悴的脸 我吓得立马松开手 东西掉落了一地 他猛地攥住我的手腕 红着眼眶说道 嫌老子活不好 那之前在老子床上 爽翻天的人是谁 我整个人彻底正住 这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谢之遇吗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谢之遇 你怎么变成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扯到怀里 他抱着我的力道 大的惊人 他阴雅地声线 带着祈求的意味 芝芝 我活不好 我可以改进 你别不要我 我 我推了推他 试图挣脱他的怀抱 谢之遇 你先放开我 我不放 要是放了 你又会走 他将我搂得更紧 我不自觉放软了声音 我不走 有什么事 咱们进屋说 他这才不得已松开我 我蹲下身 准备捡起 掉落在地上的东西 没想到 他比我快了一步 他握住我的手 慢慢地 与我食指相扣 他声音低词轻柔 走吧 我进屋扫尸了一圈 找到一双稍微大马的女士拖鞋 然后递给他 这里没有男士拖鞋 你先穿我的吧 他伸手接过 唇角微不可查地勾了勾 你先坐 我去给你倒杯水 喝完水后 他二话不说 又把我往他往里扯 芝芝 再给我抱一会 他把脸埋在我的颈窝处 近乎贪婪地嗅着我的气息 我摸了下他的头 谢知遇 你怎么变这样了 他身体僵硬了一瞬 过了好一会 他抬起头 不偏不倚地对上我的眼 开口的嗓音又低又沉 芝芝 这才是真实的我 之前在你面前的那副样子 都是我装出来的 我一直以为 你喜欢沉稳那脸那款的 直到看到你给我发的消息 我才知道 是我搞错了 我挣了挣 试探性问他 谢知遇 你难不成喜欢我 他捧起我的脸 眼底满是浅犬的爱意和温柔 芝芝 我喜欢你很久了 听到这话 我的心微微一记 突然有些不敢看他的眼睛 他握住我的手 漆黑的眼瞳里 脸着认真 芝芝 你现在不喜欢我没关系 但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 我定定地望着他 抿着唇道 谢知遇 我发的消息 你也看到了 我并不是沈家的亲生女儿 也不是什么名门千金 和我在一起 并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商业利益 这样的我 你还敢追吗 他嗓音低缓 芝芝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这里面无关任何利益 本来想跟你来场先婚后爱的 可我发现 是我唐突了 他倾出我的脸颊 眼里星光点点 只知 那场订婚 我们就当作不存在 我从现在开始追你 直到你答应为止 好不好 见我久久不语 他抿了抿唇 眸光黯然了几许 两久 我开口回应 好 跟谢知遇待了两年 我对他并非完全没有感情 如果可以 我也想继续跟他走下去 他有些激动 芝芝 你 你这是答应我了 嗯 听到我的回答 他低笑出声 嘴角的笑 都快咧到耳根后去了 这才是真实的他 鲜明又肆意 我戳了戳他 小心翼问道 谢知遇 那没戒指 不会是你家祖传的吧 他谋色暗了暗 声色很是平静 不是 那是我亲手设计的 我正正地望着他 抱歉啊 我不知道 他不在意地笑了笑 没关系 芝芝会扔掉他 说明他不够讨芝芝喜欢 没有 我很喜欢 我只是那天心情不好 我干巴巴地问 戒指后来找回来了吗 找回来了 他从兜里缓缓掏出一枚样式别致的戒指 声音带着蛊惑性 芝芝 那我现在给你戴上 眼见戒指渐渐往我无名指上套 我猛地抽回手 我睁大眼睛看他 谢知遇 你耍赖 他眼眸微眯 从喉咙深处 溢出一抹地笑 糟糕 被芝芝发现了 他碰了碰鼻子 语气带着几分讨好的意味 芝芝 你就把这枚戒指带着玩 好不好 我故意捧着脸 不好 容易让人误会 影响我桃花 他搭拉着脑袋 整个人是说不出的受伤和难过 看来芝芝还是不喜欢这枚戒指 他声音闷闷的 我无奈地笑了笑 把手摊在他面前 带吧 带吧 这家伙一改先前低落模样 二话不说 直接给我带上 他眼底喊着如沐春风般的笑诣 总算再次把我家芝芝给套牢了 我 大哥 您不进娱乐圈可惜了 我看着厨房内戴着蓝色围裙的男人 莫名觉得有些违和 我从来没有想过 谢知遇居然会做饭 而且看他那样子 还挺熟练的 不得不说 这家伙藏得可真够神的 我靠在门上 对他说道 谢知遇 你居然真的会做饭 他顿了顿 不咸不淡地开口 支支 我妈说 要想抓住喜欢的人的心 必须先抓住他的胃 我轻笑一声 唇角情不自禁弯起 这好像是谢知遇他妈妈会说出来的话 那你之前怎么不做给我吃 我问他 他惊咳一声 不自然地碰了碰鼻子 既然说这与我先前的人设不符 最好别在你面前暴露出来 还有 我其实做过给你吃 只是你没发现 我微微一愣 语气有些不确定 那几次下午饭都是你做的 他颇为认真的点了下头 我走过去抱住他 声音很轻 谢知遇 你怎么这么傻 那支支可不可以现在补偿我 他压低声线 怎么补偿 他低头捧起我的脸 滚烫的吻立刻落了下来 凶猛又急促 我靠在他怀里喘气 他低眸看我 唇角勾着清浅地笑 宝宝 我老想这么做了 你不知道 以前单独跟你待在一块 不能抱 不能亲 不能吻 我憋得有多难受 我老脸一热 小幅度推开他 赶快做你的饭去 遵命 我的公主殿下 我从浴室出来 入眼是男人静瘦的窄腰 谢知遇全身上下只穿了条黑裤 微乱的黑发 不断有水珠滴落在他性感的锁骨和胸膛处 我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眼神不敢在他任何一个部位停留 我有些慌乱 谢 谢知遇 你有什么事吗 吱吱 我想用下吹风机 他的唇瓣从我的耳边擦过 我飞快跑进浴室 给他拿吹风机 给你 他伸手接过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我摊在床上 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 脑海里渐渐响入飞飞 我跟谢知遇的性生活一直挺和谐的 几乎每周都会来那么几次 可是现在 我已经两周没有跟他做了 再次看到他那撩人的身材 差点把持不住 该死 早知道把吹风机放在客厅好了 听到外面的动静停了后 我连忙拉开被子躺了进去 只要我不看 就影响不到我 门口书得传来一阵敲门声 谢知遇缓缓走了进来 他说 芝芝 吹风机我给你放回浴室了 嗯 没过多久 卧室再次安静了下来 我悄悄探出头 往门口方向瞅了瞅 没人 这家伙真走了 我躺在床上睡一圈无 一闭眼 就是谢知遇那劲爆的身材 我捏手捏脚地来到客厅 谢知遇平躺在沙发上 貌似睡着了 感情只有我一个人受折磨 我二话不说 走过去抱着他啃 他毫无反应 我捏住他的脸 谢知遇 你别装睡 快丢我起来 他闭着眼 嗓音微微有些哑 芝芝 我现在还不是你男朋友 不能对你做那样的事 我下意识说道 那我现在就答应 让你做我男朋友 这家伙闷笑一声 反客为主 将我压在身下 他漆黑的毛子 定定地望着我 芝芝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糟糕 又被他套路了 我贴近他耳边 低声说道 谢知遇 怎么办 明天的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他微微扬眉一笑 宝宝 你不是嫌我活不好 那我们就一直做到明天 这样的话 今天的你 明天的你 都是你 我 大哥 我认输 谢知遇 跟我在黎城待了三天 这天早上 我被他叫醒 他神情有些凝重 芝芝 你爸爸他住院了 我大脑恍然荡击 沈父怎么说 也当了我二十多年的父亲 我不可能 对他毫无感情 哪怕他从未拿我 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谢知遇握住我的手 眼底多了几分担心 芝芝 你别怕 一切有我在 我已经买了回去的机票 你收拾东西 我们一会就走 好 我站在病房外 望着里面温馨的一家三口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不该进 我深吸一口气 最终还是敲响了面前的门 沈农一脸惊喜地走过来 将我抱住 姐 你可算是回来了 爸正念叨你呢 我将东西放下 僵硬地喊了声 爸 妈 沈母打我两下 眼眶舒地红了 你这丫头说走就走 电话也打不通 可把我和你爸急坏了 我们好不容易找回一个女儿 又让我们失去一个女儿 我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妈 对不起 沈母擦了擦眼泪 把我推到沈父床边 快过去和你爸说说话 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中年男人 心情格外复杂 从17岁那年 不小心听到他和沈母的对话 我对他的父亲滤镜开始破碎 再到23岁这年 他擅自做主让我去联姻 我对他就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对他而言 亲生的和领养的终究是不能比 沈父的病需要在医院休养一阵 他特意嘱托我回沈氏集团帮沈农一起主持大局 他突然住院 公司内部难免有人会乘积声势 沈农工作能力是有 但经验不足 有我这个在公司工作多年的人看过 他比较放心 我从医院出来没多久 谢知遇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芝芝 我现在有点急事 要出差一趟 我让宋林开车过来 送你回去 不用 我可以自己回去 我说 他顿了顿 稷儿说道 宝宝 你不许背着我一个人偷偷哭 我吸了吸鼻子 这你都能听出来 当然 你只要有半点不对劲 我立马就能察觉到 你在家乖乖等我 我过几天就回来了 嗯 谢知遇离开的这几天 我对他的思念如藤蔓般蔓延风掌 这天晚上 我跟沈农照常参加饭局 推开房门 发现里面异常安静 没有以往的烟雾缭绕 几天不见的男人 穿着得体的黑色西装 静坐在那 浑身的气质 金贵而散漫 主办方笑了笑 沈总和沈副总快请坐 我看了眼 剩下的两个位置 一时雨色 谢知遇直接拉开一旁 主位的椅子 开口说道 未婚妻 快过来坐 小姨子坐你旁边 在包厢内 十几道目光的注视下 我顶着巨大的压力 坐上了那个位置 我刚坐下 左手就被身旁的人给握住 这家伙还在旁若无人地跟人聊天 有谢知遇在的地方 我格外自在 不需要装作很健谈的样子 只需偶尔点头附和两声即可 一场饭局下来 我和沈农不仅吃饱了 还多了几单送上门的生意 酒店门口 沈农刚拉开车门 下一秒 我就被人拦腰抱起 谢知遇嗓音低沉 小姨子 你姐姐我带走了 沈农站在原地 一副磕道的神情 好的 姐夫 回到家里 谢知遇将我抵在墙上 直勾勾地望着我 抱抱 想不想我 我并未答话 抱住她的脖梗 把唇贴了上去 她呼吸沉沉 损着我唇瓣的力道 又重又隐瞒 我浑身贪软地 靠在她怀里 脸烧得厉害 我抬眼看她 你回来 怎么不是先告诉我 她把玩着我的手指 低眸倾笑 想给你一个惊喜 哦 她语调闲散 意味深长地说 宝宝 你猜我在国外看到了谁 谁呀 我问某人的林家哥哥 他语气悠悠地说道 我趴在他胸口笑眯眯地问 秦莫哥是不是比以前更帅了 他悠悠地看着我 声音里透露着一股威胁 那是我帅点 还是秦莫帅点 我一字一顿说道 当然是我家知遇哥哥帅点 他捏了捏我的脸 笑着道 真乖 第二天 我是沈家养女的身份 被挖了出来 更有知情者爆料 我在沈氏集团并未持有股份 一时之间 网上的舆论铺天盖地 谢知遇早上接了一个电话后 便匆忙离开 不用猜我也知道 那是他家里人打来的电话 我和他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我身世被曝出后 沈父不得已提前出院 回公司主持大局 在公司会议上 我主动辞去了总经理这一职 沈父打算给我安排别的职位 不过我拒绝了 公司现在有沈农就够了 更何况我另有打算 从沈氏集团出来 一辆白色保时捷停在我面前 坐在车内的人是宋清卵的妹妹 宋清瑶 她摇下车窗 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几分幸灾乐祸 沈南芝 你才知遇哥还会不会娶你 我语气轻描淡写 关你什么事 她也不恼 说得打开手机 把她递到我跟前 那是一张男人的侧眼照 照片上的主人公 我最熟悉不过 她身上穿的那套衣服 还是我给她买的 她笑得有些得意 我爸和谢伯伯他们今天就在商量我姐和知遇哥的婚事 哦 是吗 恭喜 我洋装镇定 见刺激不到我 她唇角的笑容淡了几分 你倒是看得开 宋清瑶走后 谢知遇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低声道 芝芝 我今天可能要晚点回来 嗯 我看了眼四周 语气平静 谢知遇 你家里人没有为难你吧 当然没有 我故作很轻松地问 你不会现在还在家吧 宝宝 我在公司上班呢 她那边笑了下 我眼里渐渐蓄起一层失误 很小声地说 嗯 我先挂了 谢知遇 你个大骗子 别喝了 你看你都醉成什么样了 秦烟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酒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不就是个三条腿的男人 世上多的是 我抱住她 忍不住哽咽 可她们都不是谢知遇 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了 我原以为 自己可以在这段感情中 洒脱抽身 可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 我好像比我想象中 还要喜欢她 我在洗手间 吐得昏天黑地 外面 秦烟拿起手机 眉眼带着几分暴躁 谢知遇 我献你十分钟 赶快把你家这个醉鬼 给我接回去 我亮亮呛呛地 从洗手间出来 刚好和外面的人对视上 那一刻 我心底那股酸涩的情绪 瞬间达到顶峰 我还没出声 眼泪却先涌了出来 我声音嘶哑 谢知遇 你不是在和宋青软 商量婚事吗 谢知遇无奈叹气 温热地指腹 轻轻抹去我眼角的泪水 芝芝 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信任 她捧起我的脸 认真道 那场饭局是我爸的意思 我全程被蒙在鼓里 我不会和宋青软结婚 我这辈子只会和你结婚 抱歉 让你伤心了 我抓起她的手腕 狠狠咬上一口 混蛋叫你在电话里面骗我 宝宝 解气了吗 她漆黑的眼眸 定定地望着我 不解气的话 我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解气 回到家里 谢知遇二话不说 开始脱衣服 她抓起我的手 放在她的腹肌上 她弯唇不羁地笑了笑 知知 这种解气方式怎么样 见我没有任何反应 她拱着腰凑到我耳边哑声道 宝宝 今晚你想怎么玩我都成 只要你高兴 我猛地抽回手 那 那个 我先去洗个澡 我衣服脱到一半 谢知遇突然冲了进来 她喉结上下滚了滚 黑眸渐沉 宝宝 两个人一起洗快点 雾气缭绕中 我被她压到墙上 她吻得动情 我的唇瓣 耳根 脖子 全是她的气息 长夜漫漫 灯火可亲 咖啡厅内 我望着对面的人 整个人如坐针毡 谢知遇她妈脸上 挂着得体的笑容 说吧 我率先打断她的话 态度十分诚恳 阿姨 无论你出多少钱 我都不会离开谢知遇 她在我这里是无价 我跟她在一起 不是为了图她的钱 而是真真实实喜欢她 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家庭 讲究门当户对 但谢知遇是个活生生的人 而不是任你们摆布的工具 我和她是真心相爱 哪怕你们不同意 我也会继续跟她在一起 她妈微愣了下 吱吱 阿姨长得这么像恶毒婆婆 她握住我的手 语气颇有几分无奈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想问你 这段时间跟阿玉锅的怎么样 那小子有没有让你受委屈 文言 我嘴角抽了抽 不带这样欺入正体的 我尴尬又不失礼貌地 挤出一抹笑 抱歉 是我误会您的意思了 我微顿了下 接着说 谢知遇从来没有让我受过委屈 她对我很好 她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输得推下手上的镯子 把她戴在我手上 芝芝 阿姨一直都很喜欢你 我们家就你谢叔叔比较轴 我已经说过她了 类似上次的事再也不会发生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在阿玉高中的时候 就见过你的照片了 她说 阿姨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微微一愣 她露出温和的笑意 我的话还不够明显 阿玉她呀 对你蓄谋已久 文言 我的心口像是 被什么给拉扯了一下 我抿着唇道 谢谢你 阿姨 我在谢知遇公司门口下了车 我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公司 不小心被迎面走来的人撞上 小姐姐抓住我的手 跟见到救命稻草似的 她捂着肚子 有些急迫 你也是咱们公司的吧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说完 她直接把一份文件塞到我手里 麻烦帮我送到会议室 谢谢 我在门口愁出了几秒 最后还是推门而入 见到是我 正在发言的男人 默然停住了声 其他人不约而同地 朝我这个方向看来 我努力忽视脸上的躁热感 挤出勉强而不自然的微笑 那个 我来送份文件 谢知遇眼底含笑 蹭了一下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未婚妻来了 会议先暂停一下 在一片惊呼声中 谢知遇牵着我走了出去 她将我带去了她办公室 宝宝 我还要继续开会 你先在这里等我 好 我百无聊赖地玩起游戏 没过一会 我眼皮子开始打架 等我醒来时 发现整个人 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 我从休息室出来时 谢知遇正坐在电脑桌前 神情专注 你怎么不叫醒我 她抬眸 眼里星光点点 想让你多睡会儿 我走过去圈住她的脖子 坐在她腿上 谢知遇 我好像从来没有对你说过 我喜欢你 她正愣了好几秒 语气有些不确定 宝宝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静静地望着她 笑着说 谢知遇 我喜欢你 下一秒 我就被她堵住了嘴 我握住她不安分的手 声音软软的 知遇哥哥 我饿了 待会想吃什么 她将我往怀里按了按 我笑着看她 我好久没吃学校以前那家牛肉粉了 她将我散乱的头发别在耳后 轻轻地吻了下我的额头 她声音低哑 这就带你去 遇见沈南枝这一年 她高一 我高二 体育课上 我和静燃她们坐在操场休息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一个羽毛球突然飞到我怀里 一个女生小跑到我面前 她声音轻柔 同学 你好 可以把羽毛球递给我吗 我掀起眼皮抬头看 猝不及防地对上她的眼睛 我微震了下 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竟然撞了撞我的胳膊 坏笑着道 玉哥还不赶快把羽毛球给人家 反应过来后 我忙不迭地把羽毛球递给她 谢谢 她休暖一笑 宛如春花明媚 那一刻 我脑子一团乱麻 心脏一阵狂跳 完了完了 我当天就从朋友口中 打探到了她的消息 原来她叫沈南枝 在高一六班 那天过后 我开始跟她制造偶遇 每当我鼓起勇气 想要跟她说话时 下一秒 我就怂了 我可真没出息 我会在早上做科间操的时候 故意绕到她班级看她 她喜欢去二十堂吃饭 我经常排在她后面 看她吃什么 我也跟着吃什么 渐渐地 我也摸清了她的喜好 她最喜欢吃糖醋小排骨 看来 我以后要把这道菜 变成我的毕生绝活才行 身边的朋友都劝我早点跟她告白 我在家 想了一晚上的开场白 第二天 却被我爸抓包 她说我随便玩玩可以 但千万不能当真 沈家 跟谢家相差太大 不在谢家考虑的联姻范围内 我当时气炸了 人生第一次跟她发生争吵 但当时的我并没有能力跟她反抗 为了不让她找沈家的麻烦 我不得已跟她做了个约定 也就是这个约定 让我的告白迟到了整整八年 为了能够早点强大起来 我在国外没日没夜地学习各种课程 很想她的时候 我会偷偷买票回来看她 有时候能碰上 但有时候又碰不上 有次他们学校发生持刀杀人案 听说伤了两个女生时 可把我吓坏了 好在伤的人不是她 她身边追求者不断 好在有竟然这家伙给我通风报信 我其实暗中掐断了她不少桃花 以后可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我在公司站稳脚跟这年 她刚好毕业 第一次跟她谈合作 我紧张得差点连话都说不出口 好在歌足够淡定 我那会儿打算开始追她来着 却无意间听说 她爸在给她找联姻对象 回去当晚 我就跟我爸进行了彻夜长谈 我当时就在想 要是她还不同意 那我就从谢氏集团辞职 自己出来创业 反正歌有的是人脉 这继承人谁爱当谁当 取不到我家之知 拥有再多的权和钱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 我爸后来终究是妥了些 我也成功跟我家之知订了婚 我们第一次接吻 还是她主动的 我当时心口蓬蓬地跳个不停 跟她发生关系的那个晚上 我望着她田径的睡眼 突然觉得我的人生只要有她在 一切都圆满了 我有好几次都想在她面前暴露本性 但我不敢赌 毕竟她喜欢的类型跟我天差地别 在酒吧被她撞见宋青软抱我时 我吓坏了 我把外套脱了后 才敢追出去跟她解释 可她表现得一点都不在乎 我好难过 出差那几天 我一天看手机八百遍 她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 我家芝芝怎么能够这么冷漠 终于在我快回来那天 她给我打来了电话 可把我高兴坏了 这说明她心里还是有我的 可我没想到的是 她只是缠我的身子 可恶 明明鸽掌得也不差 被她撞见我另一面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慌乱 怎么办 怎么办 快瞒不住了 我原以为她会跑过来质问我 结果她什么也没说 直接当着我的面 把戒指给扔了 那一刻 我听到了我心碎的声音 看见她上了车后 我是想开车追上去的 但我又怕她为了甩掉我 故意把车开得很快 我只好先去捡戒指 我找着找着 心里是越发难过 她明明那么喜欢这枚戒指 结果还是毫不犹豫丢了 这是不是说明 我也是她可以随意丢弃的人 看到她给我发的消息 我心里是既委屈又惊喜 委屈是她嫌我活不好 真的不要我了 惊喜是她嫌我沉闷无趣 我不用装了 不得不说 既然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 早知道就不信她了 害我在吱吱面前装了那么久 好在她将功抵过 陪了秦燕几天 终于从她口中套出了话 在离城找到她的时候 我心里是又气又难过 我恨不得当即买根绳子 整天把她捆在床上折磨 看她还敢不敢玩失踪 不过我的理智还是占据了上风 这样只会把她越推越远 既然硬的不行 那我就来软的 反正我都想好了 她要是不肯接受我 我就厚着脸皮赖在她这里不走 结果她答应我了 真开心